ABC 初一F 3A-2 AC是2A加4 初一是3B加1 初F是5B 那就要連例了 這樣這個題目就要連例了 那就是3A-2 等於3B加1 然後再來就是 2A加4要等於5B 再整理一下 3A-3B 等於1過去變3 2加1等於3 2A-5B 也-4 再整理 上面乘2 這可以把它剪成A-B 等於1 你除以3除以3 對不對 這個除以3 乘以2的話 就變成2A-2B 等於2 2A-5B等於-4 那你用減的 所以就3B等於6 所以 1B等於2 B等於2 B等於2的話 帶上去 對不對 誰-A-B等於1 所以A等於3 所以3跟2把3帶進來 2帶進來 3-4等於-1 3-4等於-1 aban 那再來 TWB 這也是1-3-0 然後B是9 8 122 這個加 這兩個加起來 就已經220了 223 350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租加一啊 租加一 是540減 減掉350 350就是90度 然後租減一 要等於多了30度 所以就是兩個一 一要等於60 一個一等於30 一等於30 那租就等於60 這是 這個加錯了 4100 1 200 350 190 90 對不起 這是80 110 所以110 是B 腳S就是腳珠 等於110 AB等於AC 這兩個 那A珠等A珠 然後他又說終點 這個又等於這一個 好 所以其實 你左邊的AB珠等於右邊的AC珠 這是SSS 中間那個是共用的 A珠等A珠是共用的 A珠等A珠是共用的 直角深角型 你的銳角 銳角對應相等 那直角也對應嘛 所以他是三個A 三個A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是小的啊 對不對 有可能是大的 角度一樣就好 好 那 台語怎樣做會全等 ABC 然後珠1F 那 他說AB等於珠1 BC等於珠1F B到C等於珠到F 那你這個夾著腳要看一下 你夾著腳是腳B嘛 所以如果腳B等於腳珠 那就SAS 那就是SAS 好 就會全等 所以腳B要等於腳珠 多這個條件就可以 你去看啊 他題目怎麼要求 那我要ABE ABE是 尖尖的這一個 到這裡 然後 ABE 等於AC珠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他說AB等於AC 大的等大的 B珠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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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珠等於CE 他只有B珠等於CE耶 好 好 那我們把它切開來 好 那我們把它切開來齁 這是A 這是C 這是珠 那首先他第一個A珠 你 小的等於小的 然後他說 B珠 B珠等於C B珠等於C 所以整個大的也會相等 好 然後還有這裡 這裡也是 可以用到這裡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腳 好 那就可以 可以 就可以證明 這個紅色的跟這個藍色的 是一樣大 對不對 這裡等於這裡 這裡等於這裡 然後這個腳 跟這個腳一樣 所以是SAS 好 這樣是SAS 因為這兩個加起來 跟這兩個加起來 要一樣 所以A到珠等於A到E 好 那他問AC珠 你就連連看AC 然後珠 然後如果是ACF呢 ACF ACF不行 A1珠 A1珠 A珠好像可以齁 來看一下 A到E到珠 他剛好是一個 限對稱圖形 對不對 所以A1珠 就這一片 就這一片 那再來 AC跟A珠 角A 等於角珠 A到B 等於C到珠 那這裡 這兩個又一樣 所以這是AAS 這裡 角角邊 所以是AAS 那再來 它說 這裡很明顯 就是兩個三角線 點在一起 所以我把它拿出來 這叫珠AB 珠AB 那AC等於B珠 A到C 等於B到珠 就這裡 它底下這個邊 是共用的 這個邊是共用的 然後還有這個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就變直角 斜邊 骨 所以這應該是R什麼 RHS 那你的PA珠 PA珠等於PPC 是對的 PA珠這裡 PPC是這裡 珠到P 珠到P是這一段 珠到P 是C到P 角C等於角珠 這也是對的 好 那在這裡 ABE ABE 是這一個 是不是跟A珠F 全等 那我們來看條件 首先你的AB 要等於A珠 然後他說 這是等腰三角形 AEF是等腰 所以這裡 跟這個一樣 所以叫AE等於AF AE 那在 那在 呃 呃 所以兩個條件 就是ABE 全等於三角形 A珠F 理由就是直角斜邊骨 RHS 好 直角斜邊骨 那他說 那他說AB等於8 AB等於8 AF等於10 那這裡等於10 那這裡就是6 所以AEF的面積 AEF 那這裡是2 AEF 好 這是等腰 所以這裡是6 這裡是2 這裡是2 所以 你的全部是8個平方 是60幾 64 那這裡是24 這裡是24 2乘2除2 這裡是2 所以減24 減24 減24 減2 減50 所以等於14 所以 裡面就等於14 好 所以你的AEF 應該等於14 這題要出 這題要出 嘿 我已經講到這題要出 好 你要去證明他 然後這裡 折過來的話 他說A珠等於 這這我有證過啊 A珠等於16 AB等於什麼 AB等於8 然後 我們是看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會 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 這兩個腳一樣 這兩個都是90 對不對 這兩個是8 所以應該是AAS 好 你可以在旁邊寫AAS 全等 對不對 那所以 他問BP BP寫K的話 這要寫10-什麼 10-K 16-K 對不對 16-K 那這裡也要16-K 所以這樣是有B4定理 隨便你拿一個三角形都可以 K平方加8的平方 等於過號16-K 這要過程 雖然我們知道是680 256-32K 所以 加K平方 你發現K平方就消掉了 移過來是32K 等於256-64 32K 等於2192 所以K等於6 所以BP就等於6 這幾個比較簡單 通常680會變得湊出來 然後這裡他問全等 他說AC A跟C是不是平溫BC珠 他說這兩個角會不會是一樣的 好 這兩個角會不會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全等 AB等於C珠 AB等於C珠 AC等於B珠 A到C的這一段 那再來就是這個 公用邊是一樣的 好 所以你第一題 你可以看出是這樣子的 這是ABC 跟這樣子的 類似就是珠BC 你BC跟BC是一樣的 同一條 你的AB跟Z AB在這裡 然後他又說 紅色的AC A到C 跟B到珠 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叫SSS 好 SSS 好 那我們 找出 租BC是36 租BC 這裡是36 那這裡也要36 好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裡36 這裡要36 那租C B71 租C B71 對 對 這裡是71 71-36 是多少 欸 只有35 所以沒有沒有評分 否 no 因為這是35 這不一樣 這沒有評分 因為這裡36 會造成這個也36 因為我已經證明了 這是SSS 全等 對不對 那你71-36就不是了 那你C租1 C租1 是不是 等腰 等腰三角形 好 那這裡這兩個 你看一下 底下36 36 這裡要72 對不對 這要72 啊這裡 這裡35 欸 對不對 所以180-72 叫做108 這-35 是73 這是73 73 這73 73 73跟72 不一樣 所以他不是等腰 請注意是否 否 好 因為你的72 不等於73 好 72不等於73 度 所以就不是 這要判斷 你要先證明全等 我沒有叫你起來 用畫出來的 好 要畫 我看到你有畫 嘿 不要我畫 你不畫 這不對 A到B等於15 bc等於8 那 這是垂 他有說垂直嗎 沒有 他有說 AC等於17 85 17就可以證明這個垂直了 對不對 證明這個垂直 那A到租等於25 25 那AC租面積是多少 那就很簡單 你看他 因為 第一個 8坪加15坪等於17坪 所以腳B是直角 這要先寫 對不對 腳B是直角 那你再把那個大的畫出來 好 大的是這個A AB 這裡15 這裡25 對不對 5525 3515 45 這裡要20 那3比4比5 3比4比5 3比4比5 你這裡15 3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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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5 好 那20 減掉這個8 等於12 等於12 所以 所以珠希 對20 減8 等於12 那你的三角形 這一片 是不是12為底 然後15為高 對不對 12為底 15為高 他名字叫AC珠 三角形AC珠 等於12為底 15為高 然後再除以2 最短是90 平方單位 90平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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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2 12 這要注意哦 齁 要看 還要看大的 嘿 要看這個大的 這題我也要出 好 我先跟你講 等一下沒有了 加油